雅開銀展19號下午 舉辦了一場特異觀摩會 中國票房破譯的史詩巨片 華姆萊首都在台灣公開放映 導演馬楚成率領主要演員 房主名徐焦 為雅開銀展記者會站台肇事 第一次來到台灣的童星徐焦 有別於周星馳電影《長江七號》中 頑皮搗蛋的小男孩形象 散發出腼腆少女的風味 讓現場觀眾眼睛為之一亮 好 帶你去吃牛肉麵 而在電影中飾演花木蘭玩伴的房主名 則透露了他和李久哲在片場拍戲的趣事 第一次到高雄的他也對台灣的南北差距感到十分有趣 然後他穿著古裝 然後說著英文跟我 然後是韓國人 是 所以就特別好笑 所以我非常的享受這個拍攝的過程 那對於高雄你想呢 我有兩個朋友 他們老說高雄好遠喔 我說有多遠啊 原來真的蠻遠的要坐高鐵 為了配合電影劇情 主辦單位還特別找來高雄著名的宋江鎮表演 讓來自對岸的中港演員大開眼界 最後雙方還互贈寶劍和花木蘭戲偶 為即將登場的星光大道和頒獎典禮炒熱氣氛 週川設計者周光宏高雄報導 谢谢大家